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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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今次就在家屋裏拍過片頭 這些是新的單位 家屋裏其實真的挺漂亮 那我就給我一個漂亮一點的景給大家看 來聽我的片頭 這是一個Belwey發展的屋苑 它位置是Swington M27 這些新發展屋全部都是3屋 它的屋苑尺寸介乎978尺至1391尺之間 價格是由33000磅左右到465000磅 分別有三房沒有車房、三房有車房、四房獨立車房 不同的間隔、不同的職 這些新屋全部都有10年NHBC的保養 說一說它這個屋苑的位置交通 由於它新興建的,所以有些會有少少格涉新地方 但是它有很多地方,就算是三房沒有車房也好 它也有一條Driver可以讓你擺兩輛車 所以適合一些駕車的人 那一天呢 步行6分鐘就到最近的巴士站 步行27分鐘就到最近的火車站 超級市場走23分鐘就到 那就 說一說它的校網 一個公園裏面有19間學校 其中有4間Outstanding 那 走都不是很遠 因為它是Bellway 5 Star發展商造出來的單位 建造出來的單位 那我就帶大家看看這屋 那 我帶大家走出去就逐間逐間看了 總共有兩間 好了,進來了 看看它那個示範單位 那這間房子很大 這邊就是客廳 裡面就是一個廚房 這邊就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廳 還有前面這個有一個洗手間 帶大家進去看看 那就是示範單位 你看到它鋪了地毯 有了牆子 那留意一下這裏的示範 這裏的新屋 其實它就不包地下的所有東西 即地毯거나地毯izada 或者普通的 的仿木地堂 它也不包子 你們來到的時候 買完之後 叫自己 額外加錢 與發展商商傾 看看會用哪一款 地板的鋪bes 其實Belway的手工不差,因為它是屬於一個五星級的發展商 所以它都要顧及自己的聲譽來建造的屋子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用料等東西都是很漂亮的 這些登制全部都是選擇的 自己看看要哪一款的登制,就可以選擇 有些是需要加錢,有些是不需要的 它現在鋪了這隻Vinyl的地板 看看它的樓下客廁,其實都很大的 名次設計,開到窗戶 樓下客廁都做到這個尺寸 我們就走進去看看,這裏是上樓上的 待會帶大家上樓上看看,我們先看看廚房 廚櫃也是的,你看到它們的廚櫃門 冰箱是焗爐這些 買的時候都已經有了,也會有一個洗碗碟機 Gas的爐頭 再前一點你會看到一些拆桑 Belway的手工可以跟大家說 Belway的手工真的不差 算是這麼多個發展商裡面 叫做做得最好的 你看到它用的材料都是不錯的 譬如這個桌面,它用了紡石 CORING的桌面,跟著不手工的升盤 你看到它用的用料都不錯,設計都不錯 這裡我相信它在裡面收了一個爐 那這張牌子的焗爐 那這張牌子的焗爐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它用的 用的都是一些有牌子,都是一些漂亮的東西 Bill in的雪櫃丁格 好了,旁邊這裡呢 就會是一個洗衣房 連著微波爐 這裡是給你放洗衣機的 那這裡應該是一部Bill in的洗衣機 也是這張牌 洗乾衣機 那看看花園 那花園 都不錯的 那這個單位的花園就比較大一點 那還有一些真的草,你看到 鋪了地磚 那都是一些不錯的用料 雙層的保溫玻璃 隔聲,保溫 那也有一些,這些就不需要加錢的radiator 當然它還有一些再高級一點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standard的 那它這張牌子 放在那些 就是 有部分看上去是需要加錢的 有部分是不需要的 radiator這個就不用加錢 看到 那上去Horway 那樓底都很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這張採光窗 做得也都不錯 那上來呢 明堂很夠大了 其實真的 好少在這裡的屋 上來有個這麼大的明堂位 那明堂越大,風水越好 好,那再看看這個房 那這個就不是套房來的 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間房 那你看到這個尺寸 也都很足夠 跟來有入場櫃 那這個入場櫃是standard的 除了一隻櫃門之外 那隻櫃門就需要 看回你要的不同櫃門 看看是不是加錢 那但是呢 這個櫃呢 就一定是有在的了 差充有什麼櫃門的 那當然燈也都不會跟這一下 這個要看你自己 要跟發展商商商商 那由於它四房設計呢 那我們逐間逐間房看 其實它四間房的尺寸都很類似的 不會說特別有一間 比較小或者特別一間 三千八角這樣 那當然主人房會大一點 這個一定的 那我看得出它造工其實不差 鋪地毯也都鋪得很好 不會說踩下去呢 這個低 那房門也都做得不錯 可以說 因為它鋪完地毯之後呢 這個門不會刮地毯 所以說呢 它這些是鋪得不錯 如果厚家 後期再自己鋪刮呢 有機會地毯厚度不配 就會有刮地毯的情況 那上來這個就是 Family Bath 那個名次設計呢 企光和陸光都有的 那長磚就鋪到上頂了 名次設計呢 那你見到它那些水龍頭 那樣東西都是一些牌子公差 意大利牌子來的 這個結局 毛巾架 好 那我們再看看另外 一間房 這間就是第三間房 那尺寸也不會是小的 你見到它是一張 Kingsize的床 那這個呢 就沒有衣櫃了 那可能到時候呢 就要犧牲了這張梳妝桌 放個衣櫃 放個衣櫃在那裡 但你見到呢 它的手工那樣東西都不錯 最簡單的就是看到燈 就是不會歪來歪清 好 那看看這間 這間我相信主人房 有套處的 那你見到它呢 一幅特色牆在後面 一幅特色牆在後面 那這張是 這張是一張Kingsize 這張是一張Super King 應該是 那都做得到三天樂場 那也有一個入了牆的櫃 那你見到 那也是那一句了 即是說這張櫃呢 到時候會在那裡 但用什麼櫃門呢 就自己決定 那又有 設計的 那都很實用了 其實這間都 那看看那個主人套刺 它是一個名次設計 那也都非常之大 這個新手間 如果計算一個套刺來計算一下 因為你會見到它這個 棋缸呢 是比正常的大一點 就不是一個正方形棋缸 是一個長方形棋缸 那手工都不錯的 那全部 然後 牆身都鋪了 鋪了 然後防水 好 那這個是一個四房的示範單位 那份Belway 那我們就再看看 另外一個單位 另外一間 這間大小小的 有一個Garage在那裡 那我就看看這間 這間應該相信 是最大間的Show room 來的了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看 好 進來 那我們就站在Hall 那裡 那你會見到 樓梯就上去樓上 那我一會兒會帶大家上去看 廚房 前面廚房 連這個飯廳 這個客廳 客廳都很巨型 那另外一邊有洗手間 我一會兒再帶大家看 看了客廳先 樓底也是一樣 兩米左右高 未到三米的應該 一會兒 那它的廚房其實很健洗的 你看到它呢 這個窗這個 夾出去偷多少少位 那 一路看過去了 那我就做了一塊鏡 感覺上空間感大少少 那其實它這個客廳呢 都很足夠 那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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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尺寸呢 我沒記錯呢 好像是不用加錢的 但是尺寸就需要了 好啦 那我帶大家看看 那個 地下一個 那個應該是客廁的地方 好 它鎖了 啊 Sorry 這個不是客廁 這個是去那個 車房的門口來的 那就是一隻正門 正門 正門就是我進來 這隻門的旁邊 這裏就是出車房的門口 好 那我們就向前看看 那 樓梯底做了Storage 上網 那現在這些新屋呢 全部都光纖入屋的了 那地下呢 這隻呢 就鋪了地磚 就不是剛才那一隻的 房木地板 Final 這裏就是廚房 廚房你會見到呢 廚房連飯廳 那你見到的尺寸呢 其實都很巨型的 我就 讓大家看看 那 那就是有兩隻的門 開出去 去花園 那其實這些呢 它現在是一隻這樣開的門 但是有需要的話呢 加錢呢 是可以把它變成截門的 那 那 那 廚房 焗爐 微波爐 那 一應俱全 下面有隻櫃 旁邊有個酒櫃 這裏就是一個酒櫃 那 喜歡喝酒的朋友就適合了 那 那 你看到的電磁爐呢 其實現在這些屋呢 就全部都 煤氣 做屋的了 那所以呢 煮東西吃 可以消消火 也就是一個洗碗碟機 Covian 桌面 當然 經濟實惠少少的 可以選擇 木桌面 即是西北板 我們叫做 那 但是用Covian呢 就會耐用很多 那 旁邊這裏 做了一個雪櫃 哇 結了冰 因為它沒有生實 上手看完 就沒有生實 所以一開了少少 結了冰 那 那 證明它製冷能力 都很高 它的雪櫃 跟著 你見到這個就是 這個 built-in的雪櫃 就是 所以 這麼大整股 那 花園其實就跟剛才那間 看的花園一樣的了 那 沒什麼驚喜 通常呢 新屋的話 來到花園 都是給你一個泥 所以要自己決定 看看怎麼搞 鋪人造草皮 或者真是種草 鋪石板 鋪磚 那 自由發揮 那 燈鍵也不同 用了另外一款 跟剛才那間 你不見到 這隻是磨砂鏈的 那 大家都屬於同一個 telegrim 就是說有需要的話 可以upgrade 到這一隻 那 built-in的洗衣機 洗衣機 連乾衣機 應該是說 那 後面 就是 樓下的洗手間 那 都是做得到一個名次 你看到有窗的 好實用的 洗手間 老實說 都幾大個客 那 燈 好 看完廚房 這些就是那個 中央那個 暖氣 那個開關 鍵 好了 那我們就上樓上 看看 那 四房設計 我看到它是 那 四房呢 其實它每間房 都很大間 好像這一間 應該是 囝囝房 你看到 設計就是囝囝房 三邊落床 不只 那還有一個 入場的 櫃呢 都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那 那 這張呢 都是一張 KING SIZE的床 好 那我們就看隔壁一間了 這間 明堂呢 其實就會 沒有那麼大 跟剛才那間相比 那 但是呢 那些房 就大一點 這裡就是 女女的房 設計來 那 一張梳化床 設計 那 鋪了地毯的 那 地毯都幾厚 所以 隔音保溫 應該非常好 冬天呢 不會特別凍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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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相對上就是小一點,名次設計 跟剛才那間比起這間會小一點,因為少了奇桿 但是呢,就這樣拿來一個普通的洗手間其實都很豪華 留意的就是它全部都敷了長磚,第一樣東西 第二就是它的邊位,側角位,就有了一條鋁條在這裏 那這些呢,全部都是一些,Additional 的裝工 都是這樣子帶你,直接鋸,全套 然後,黃金架 不過,不如設計,有得開窗,就不會特別焗去 整個洗手間,散味都快一點 那便來到,這裏就是另外一個房間 但未到主人房的房間,所以我相信隔離那間才是 那,窗簾這些呢,其實是選擇的,你都可以選擇的 亦都可以選擇不同的布質,不同的圖案 那這張就是一張標準的Ping Size Build-in 的 Wardrobe 都很大過下的 全部做了湯門 然後呢,油壓設計的這些,這些門呢 全部都不會定彈的,這樣關上去的 全部都有油壓 那,都很實用 上面可以放,下面可以掛衣服 這邊要慢慢關的 那,門的手工也不太差 那Bellway呢,就是推銷這些 推銷這些手工,類似香港的新鴻基那樣 那些用料那樣,都比較漂亮一點 始終人家是五星級的 發顯箱 那,看到這個呢,一組呢 就是,這個是 入場櫃 那,應該就切門設計 那,就跟剛才旁邊呢 烏門呢,有少少分別 那,但是呢,這櫃裡面的間隔呢 其實就有一樣的 不同的就是櫃門 那所以呢 買了之後呢 就要你自己選擇不同的櫃門 有些需要加錢,有些不用 那,一張 King Size的床 三邊落床 設計呢,還要有位置剩 可以 兩邊可以放個大小小的床頭角 或者梳妝櫃 那,本身有個Building的Wardrop 那,這裏呢,就是個 套廁了 那,套廁呢 相對上呢,都是比較大些的 旗桿設計呢 那,我們有一個長方形的旗桿呢 就是 會大小小 那,我們有一個長方形的 那,明明的設計呢 你見到它有窗 採光也不錯 那,它就不是說全部鋪了 磚 你見到這幅牆 就是油油的 那,花仔裡面 就鋪了牆磚 那,結具這邊也是 那,那套結具也不錯 那,那套結具也不錯 這套挺漂亮的 那,也都是啦 你知不知道會有毛巾架 那,這個就很合理 一開了 沖完樓,一開了 那個企光的門 伸了手出來拿到毛巾 那,這些是很合理的設計 就不用說 那,就不用說要走出來 滴到四處都是水 一地都是水 才能拆到毛巾 好 那,這間屋呢 都非常大間 那,介紹呢 看看這個 柱水缸 那,一些大的屋才有的 這些柱水缸 那,是方便呢 那,是方便呢 你在那些 在那些 在那些 半夜的時候 熬了熱水 那,然後儲入那個柱水缸 那,然後儲入那個柱水缸 那,第二天就濃 那,它就會節省到一些電費 那,它就會節省到一些電費 那,因為晚上的電費會便宜 那,晚上的電費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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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有個柱水缸 那,也是很虧不 那,通常是這很大的屋 才有這個柱水缸 那,這間屋的介紹呢 亦都到這裏了